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我是弗丽莎 在跟空气握手 骑自行车摔倒 在舞台上迷路等等的迷惑行为之后 拜登的老年痴呆症又更上了一层楼 居然在活动现场开始找起了已经去世不在人间的人 周三 白宫举办了一个活动叫做Hunger, Nutrition and Health 中文就是饥饿、营养和健康 在这个会议上 拜登就发表讲话的时候 为了感谢两党的合作促成了这个会议的成功举办 他当场在台上呼叫起了曾经帮助策划活动的众议员Jackie Woloski Jackie Woloski是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众议员 但是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 已经因车祸意外去世了 在当时呢 还是一个不小的新闻 那么在去世一个多月后的今天 拜登还是在现场找起了他 Jackie 你在哪里啊 Jackie 你来了吗 啊 他好像今天没来 拜登忘了吗 就在8月3号的时候 他还在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来悼念Jackie 声明中还说对他的离世感到非常的震惊 那拜登在会议上呼叫已经去世的议员 这个视频在推特上面震惊了一大群人 大家纷纷都开始讨论起拜登的健康状况 并且大家都一致认为 他这样的精神状况真的不适合再继续当总统了 那拜登的支持者呢 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言论之后就非常的愤怒 他们就说 你们又派抓住一点小事就不断的放大 往拜登身上泼脏水 Jackie这个名字多普遍啊 好多人都叫Jackie 你怎么就说拜登找的那个Jackie就是那个去世的Jackie呢 白宫里面还有一个也叫Jackie的 他家就离白宫开车8分钟 拜登找的那个Jackie肯定不是去世的那个 他找的是这个 听完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哈 因为毕竟车祸离世这种特殊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并不是每天都存在的 那拜登也不会很轻易的就忘记吧 而且的确挺多人都叫Jackie 但是在这个时候助攻选手上场了 那就是白宫的发言人Jean Pierre 他的回答坚定的告诉所有人 不是 拜登喊的那个不是别的Jackie 就是那个车祸去世的众议员Jackie 去的 White House on Friday 有会议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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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哎呀 因为Jackie的丰功伟计呀 导致他一直不断的盘旋环绕在拜登的脑海里面 这什么解释 他都不如直接说 拜登就是忘了 拜登就是说错了 但是类似的事情呢还发生过好多次 在今年同样的故事 在他嘴里面就出现了两个版本 7月份的时候 他在讲话里面说 他有癌症 对 他讲这个故事里面是说 他有癌症 没错吧 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同样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 他说他有哮喘 然后我旋 transportation 我去个小小小小学 那天七条广东own 并就是先亏联币 我们活在 一个小小小城 啊一定叫联合 Interúdiiii 但是 fueled 女士名大小小小路 还有一丶基金 扬几台 那段階为 你能想象吗 这些东西都还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 而且是政府允许我们看的 那么他们不想让我们看的事情 到底还有多少呢 那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民主党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通过各种卑鄙的手段来赢得选票 之前我们曾经报道过的 加州AB2223号法案 很不幸在本周二已经被纽森签署通过了 如果你忘记了这个法案是什么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这个史上最让人心惊胆战的 将杀人合法化的AB2223 虽然每一个关于合法堕胎的法案 都是将杀人合法化 但是这个法案呢稍微有一些不同 因为很多时候呢 关于这个堕胎的整论都是在于说 肚子里的婴儿到底是不是人 而展开的 那很多支持堕胎的人所持的论调就是 肚子里的孩子不算是人 所以是可以堕胎的 那这个AB2223号的法案是完全推翻这一个论述 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 允许杀害出生以后的婴儿 那这连最基本的争论点都已经超过了 因为这个法案里面说的就是 已经出生了以后的孩子 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讲哦 出生以后就是人了哦 但是人也是可以杀死的 而且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的 在纽森的网站上面有一天文章 写了在礼拜二这一天 纽森都签署了哪一些法案 这个法案呢基本上都是与堕胎相关的 第一个签署的法案就是AB2223 那在这里呢纽森对于AB2223的描述 是这样说的 刑事和民事责任保护 AB2223是由议员Buffy Weeks提出的 有助于确保怀孕损失不被定罪 禁止任何人因为流产 死胎 堕胎或者是宫内原因 引起的违产期死亡 而承担刑事或者民事责任 这里说的违产期死亡 就是包含着已经生出来的孩子 那这一切的法案呢都是一个谎言 一个妇女因为身体健康情况 或者是意外流产了 这个人她会被定罪吗 一个妇女在医院生孩子 生出来之后发现是一个死胎 那这个妇女会被定罪吗 宫内原因引起的违产期死亡 什么叫宫内原因 比如说孩子早产 先天畸形 产道感染 心脏病 意外窒息 等等等等 由于这样的原因 引起的出生之后的孩子死亡 母亲会被定罪吗 这些全部都是彻底的谎言 这个法案只是在为了合法杀人 找了许多莫名其妙 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的借口而已 那的确是有一个案例 涉及到了生出死胎之后被定罪的 这个是在20多年前 1999年 有一个女性她叫做Regina Magnite 她住在南卡罗莱纳州 她到医院去生产 生出来之后发现是一个死胎 然后医生马上对产妇做了检查 结果发现她在怀孕期间 一直吸食可卡因 导致了胎儿的死亡 于是当年法院就做出了判决 判定她犯有虐待儿童杀人罪 判刑刑了20年 那后来由于各种原因 这个案件在2008年又重审 因为各个社会 各个组织说 这个对产妇不公平 所以这个妇女 在2008年的时候也被放出来了 这个是一起生出死胎之后 被定罪的案件 但是这样的案件 在整个美国看来 基本上少之又少屈之可数 而且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99年的南卡罗莱纳州 那么这个案件中的妇女呢 她的确是因为她在怀孕的期间吸毒 而造成了她孩子的死亡 一个怀孕的女人 她在吸毒的时候 她知不知道这个行为会有一定的风险 造成腹中的小孩死亡呢 我相信正常人都会是知道的 那吸毒 吸多了 大人都死了 更何况是肚子里的小孩呢 但是如果加州 因为这一个1999年发生在南卡的案件 所以现在来加州立法的话 是完全说不通的 那首先呢 是因为这个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判决了 后来把这个女人提前释放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支持她的这一方一直在打官司 那打官司说的理由就是 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认为 孕妇吸毒对婴儿不会造成伤害 如果造成伤害的话 也不会比抽烟和缺乏护理更加的严重 这个研究有人信吗 还真有人信 法院信了 所以她被提前释放了 帮助她打官司的这些组织信了 所以她被提前释放了 那所以现在在这些人的眼里 孕妇吸毒对小孩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的 吸毒约等于抽烟 约等于营养不良 逻辑都已经变成了这样 而且现在社会上吸毒人数猛增 尤其是在加州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案子拿到今天 还会如此宣判吗 在道德沦丧的今天已经不会了 所以加州的法案AB2223 就是由一堆捏造的谎言组成的允许合法杀人的法律 那约翰福音8章44节也完全解释了这样的动机到底是为什么 这里讲到了撒旦 说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为他的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一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法案 目的是杀人 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做的事情 更多的谎言和拦阻也在展开 联邦国会加州38区的众立员候选人秦振国 Eric Ching 他最近就遭遇了一件事 在9月20号礼拜二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这个电话是洛杉矶线注册办公室打来的 那么电话的内容是通知他 他在选票上的名字被改了 在中文版的选票上 他的名字不会被印成秦振国 而是会被印成 由加州州务卿根据他英文名字的发音 给胡编乱造的一个中文名叫做爱里克J成 这乍一看呢 这个名都是个乱码 爱里克J成跟秦振国八杆子打不着 这印选票上谁能看懂 谁能知道这个就是他呢 那么洛杉矶线的注册办公室 打电话的目的就是通知他 说不但洛杉矶线的选票上会这么印 成县的选票上也会这么印 于是在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秦振国的团队就花了一天半的时间 与洛杉矶线的登记官成县的登记官以及周务卿合作 想要把名字纠正回来 但是毫无结果 于是在9月22号实在没有办法就发起了法律诉讼 那么最终呢 在9月27号的礼拜一 与总检察长的办公室达成了协议 法官做出了有利于秦振国团队的裁决 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他本人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 我们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的主要原因就是说 在我们进取之中发生一件我们从来不可想象 而且我认为州政府是违法的事件 我认为这个事件影响自身 所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上个礼拜二呢 我们收到了一通电话 是从县的那个Recorders Office打来的 他说我们的中文名字呢 在选票上的中文名字 会改成加州州政府选的另外一个名字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纳闷 我的official名字呢 有中文跟英文 英文是没有错误 但中文的话 我的中文名叫做秦振国 他们改了以后 就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一名叫做艾利克斯城 连那个姓都已经改错了 所以说一般的华人的话 他看这个字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跟我们的名字没有任何一个关联性 没有经过核实也没有通知 而是他是在印选票的前一两天 跟我们说他们做这个事情 给我们也没有时间反应 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 就是说在法院发布一个紧急的一个诉讼 是这个道理 就是他这个事情如果是说我们有疏失的话 应该是在很早之前给我们做通知 然后我们来做修正 但是我们在填表整个过程中 我们一而再而三确定我们没有出错 因为这个名字是我们提供给他的 在初选我们也用同样的名字 以前的这些规矩来说的话 他们会把这个名字就沿用 而且他也跟我们讲的是说 只要初选的那些单子 我们填过的 没有任何改变的话 就会照一路的这种方式 在复选中也是一样 我们不需要填更多的表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整个过程中 并没有任何疏失 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发生以后 当然花了一天半时间 跟他去各个单位沟通 跟洛杉矶县 城县 跟加州州府 我们都在做沟通 因为这个名字是他们 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 就是一个拼音 跟我从所有的文件上面 跟我们填的 跟我出生的名字都不一样 那我不晓得政府有这种权利 可以自己决定 要把我们的名字改掉就改掉 因为这个不是光是我们的 这个名字之外 从我出生到现在 是我们的权益 除此之外也是选举人权益 因为他这个选票 会寄给不知道多少万的 华人的家庭里面 如果说他们看到这个选票的话 他们将不知道怎么去选举 因为这个跟我是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 但是加州政府的 他的态度是非常强硬 那么因为时间给我们非常急迫 我们礼拜二知道 到礼拜花了一天半 礼拜四 我们都还没有办法 跟他做沟通的时候 就是他们不愿意改正的时候 所以我们礼拜四在法院里 我们发了一个紧急的诉状 但是那天因为时间比较紧迫 法官对这个事情没有处理 那礼拜五的话 法院是没有上班的 所以当然他们礼拜五 就准备要印这个选票了 时间是非常紧急 加州州政府没有跟我们 时间来去做这个反应 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也找到了几个总管 就是说县政府 加州州政府检察官 呈现的这些总管 我们在下班的时候 跟他们做一个沟通 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错误 把它纠正过来 但是他们还是一直很强硬 到了礼拜天 就想不到加州总检察官的办公室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他们的副检察官 打电话给我们 说他们愿意和解 我想他们愿意和解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 加州州政府 他们没有任何的法理 没有任何的立足点 可以来改变我们一生用的名字 而且过去的差不多十年半之中 我在公职上面 这个名字也是经过承认在公文上面 都有我们的这个名字 所以说在法理上 我们是完全站得住脚 后来我们在礼拜天 很晚的时候达成这个协议 礼拜一把诉讼 把这个诉讼修改以后 送到法院里面 那法官也签字 就是说认定 但这个整个过程之中 他们是和解的部分条件 就是说他们不承认错误 那我们必须要承担 我们的自己的这个 这个法律的这些诉讼费用 但是我们也接受 原因是这样 如果说这个事情再继续下去的话 第一个时间上 我们会选票上我们赶不及 所以广大的这些选民的这些利益 会受到损害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损害 请到最轻的方法 我们愿意承担这些费用 但是这边还跟大家提醒一下 是说如果说以后 有些候选人碰到同样情形的话 他们要将怎么处理 对不对 很困难这个处理 因为你要跟政府打官司的时候 尤其是州政府打官司的时候 他们的资源非常多 那我们要自己请 掏腰包请律师 这种诉讼费用 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找律师 有这种能力来跟他做反击的时候 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整个过程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愿意选这个时间检 来报告 因为我们要确定 在整个法律的诉讼过程之中 不要因为对外发布了以后 造成影响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尘埃落定 已经确定我们是 在这个上面完全没有错误 而且改过来以后 我们跟大家发布这个消息 所以大家现在不用担心了 如果你要的是中文的选票的话 如果你在他的选区里面 那么选票上面出现的会是秦政国三个字 而不是什么爱里克这一城 那这件事情呢 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很难想象 民主党竟然会用这么无耻 无赖 幼稚 而且莫名其妙的方式 去攻击一个候选人 他们有可能不是故意的吗 没有可能 因为秦政国做核桃市市长 做了十年 在核桃市的时候呢 政府那边登记的名字 就一直都是这个名字 选票上出现的也一直都是这个 哪怕是最近的上一次初选 他的选票上写的都还是秦政国三个字哦 那么按照正常的大选来讲 他们所有使用的资料 都是沿用上一次初选的资料来使用的 所以他们是故意的 要给他起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中文名 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啥呢 我猜测 就是为了在临近选举的时候 给他造成更多心理上的压力 以及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选举呢越临近 候选人以及团队就越忙 压力就越大 需要做的事情就越多 那在这个时候 你再给他加上一个需要他打的官司 那是不是就会让他更加手忙脚乱 去处理要面对的事情呢 也会把更加紧迫的 需要去参与竞选活动的时间 拨出来来处理这些事 要知道 秦政国呢 在这一次是非常强劲的候选人 他多年在核桃市做市长的成绩 以及他根基稳固的基督信仰 他在社区中的知名度是很高的 而且他的中文名 在华人群体里面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加州恶意篡改他的中文名 如果到了你投票的时候 你本来打算投给秦政国 但是你看到选票上写的是 艾里克这一城 你会觉得这个人是秦政国吗 就算你去投票站 你当天去投票 你问那些工作人员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感觉到 大开眼界 不知道还有什么事 是他们做不出来的 为了拦阻这些候选人当选 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那么相信你看了今天的新闻 这一切都更加清晰明朗 仇敌在政府还有立法部门所做的工作 这个也是需要更多基督徒 起来征战的时候 不要继续充耳不闻 好像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你可以用你的选票说话 你可以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不要再投票给这些杀人流血的政客 而是要投票给那些真正爱神 遵行圣经价值观 担当敬畏神 不怕黑暗势力的候选人 你可以用你的祷告来征战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最有力的武器就在基督徒的手里 那就是你的祷告 呼吁大家 从明天开始 9月30号到11月8号 欢迎你一起来加入为我们的国家政府州 以及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进行的40天禁食祷告 现在有非常多的机构都在呼吁 那么我相信这个是大家共同的领受 以赛亚书58章这边讲到真正的禁食带来的结果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 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 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你的幽暗必变如正乌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 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 你要建立拆毁累带的根基 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我们近时神就能够带领我们建立拆毁累带的根基 那一个在美国被仇敌攻击毁坏的基督建国根基 要通过我们的禁食祷告悔改与神同工再次被建立起来 我们要成为那一个堵住破口的 把道路重新修正成神真理的道路 把房屋重新修建成神荣耀居所的基督精兵 好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主内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周一方牧师 很高兴我们身处这个时代 可以一同走入虚拟世界进行冒险 相信接下来的系列课程 既会适合入门者 也会开启前瞻性的发展路径 既将探究相关神学 也将令您感到新鲜有趣 既要一窥元宇宙轮廓 也要分享基本具体技术 我们在此诚恳地邀请您的参与 到时候见了 课程日期及报名资讯 请见以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